Epic Chinese 李博士中文 这里是汉语语法率性谈 一家之言 尽情指正 今天我们讲因为和由于 因为和由于都是表示原因的 但是因为和由于都可以用作廉词 也可以用作戒词 这样就使得一些人分不清 因为和由于是廉词还是戒词 所以出现了一些错误 我们看这个句子 是伯雅汉语里面的 许多人就可以 为一种莫名其妙的小病 而住进美丽的疗养院 这个为它就是个戒词 它可以表示对象 为你高兴 为老板打工 也可以表示目的 为正义而战 那么我们看 这个为究竟是表示对象 还是表示目的呢 为小病 而住进美丽的疗养院 看来既不是表示对象 也不是表示目的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误用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误用 在这里是因为小病而住进疗养院 那么就应该用因为 因为在这里是戒词 表示原因 这个句子依然是伯雅汉语里面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老婆爱干净 一天 她突然朝我 挤眉弄眼的 我半天才明白过来 是为了小东北 扔在门厅里的臭旅游鞋呀 这个小东北应该是一个人 是他们的客人 到他们家来做客 那个旅游鞋 扔在门厅里 老婆不高兴 这个为了也是误用 我们看为了也是戒词 它是表示目的的 但是这里是表示目的吗 并不是 还是因为的无用 还是应该用因为 因为表示原因 是因为这个人 扔在门厅里的旅游鞋 很臭 老婆受不了 但是又不好明说 因为客人在场 所以就对着她的丈夫 几面弄眼 这个也是因为的无用 错误的根源 就是没有分清楚 因为和为了 这两个戒词的不同 再看这个例句 北雨桥梁里面的 说到一个人去找工作 看了报上的招聘广告 一连跑了几个单位 可因为她的38岁的年龄 又因为她是个女人 竟没有一个单位 愿意接受她 这里用了两个音为 第一个音为 后面带的是一个名词性的词主 她的38岁的年龄 那么第一个音为就是戒词 第二个音为 她后面带的是一个分句 所以这个音为是一个廉词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不管是廉词还是戒词 因为都表示原因 那么有的人可能就认为 这个句子没有什么错误 其实这个句子是错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又 又就是表示并列的 并列的前后两个成分 必须是对称的 是平衡的 那么如果你把一个音为 用作介词 带一个名词性的词主 又把第二个音为 用作廉词 带一个分句 那么这就不平衡 那么这就应该算是杂柔 没有分清 这个音为用作介词 和音为用作廉词的区别 北语桥梁里面 专门讲了 鱿鱿 它特别的指出来 鱿鱿是廉词 表示原因 常用在表示英国关系的 副句里 这都没有错 问题是 由于也可以是借词 也可以用在单句里 我们看北语桥梁里面 给出的例句 第一个例句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出国人员的名单 还没有定下来 那么这个由于 就不是廉词 而是借词 它后面的兵语 就是一个名词性的词诸 多方面的原因 那么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就是一个壮语 出国人员的名单 还没有定下来 就是一个单句 第二个句子 由于它平时比较注意积累 因此它的知识面比较广 这就是一个副句 这就是一个因果副句 由于是连词 由于因此 关联词连用 更说明 这就是一个副句 再看第三个例句 这是比赛 由于天气的关系 只好延期了 这是个单句 为什么呢 是因为由于在这里 是一个戒词 由于天气的关系 是表示原因的一个状语 这个单句里面的主语 是比赛 比赛延期了 就是个单句 第四个句子 它的创造性 由于观念比较保守 所以受到了限制 这个句子 是个典型的并句 持续是错误的 其实应该这样说 由于观念比较保守 所以它的创造性 受到了限制 那么由于在这个句子里面 就是一个连词 连接两个分句 这就是一个副句 副句就不能够写成 第三个句子一样的持续 因为第三个句子是单句 第五个句子 它这次的失败 不是由于技术水平 而是由于心理准备不足 由于如果我们光看 它后面所带的这个技术水平 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借词 但是这又是一个并句 我们不能说由于技术水平 我们只能说是由于技术水平不高 如果这样用 由于就是一个廉词 它必须和后面的 这个由于心理准备不足 是平衡的 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呢 就是因为不是 而是是表示并列的关联词 如果表示并列 那么前后两个部分 必须平衡 必须对寸 第六个句子 这次的成功 完全是由于大家的努力 和领导决定的正确 那么这个由于是借词 它后面跟的 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名词 词组 它是并列的 后面的成分 不管有多复杂 只要它是名词性的 那么这个由于就是借词 从上面这些句子来看 北语桥梁 其实并不分由于是借词 还是廉词 真因为如此 所以就把句子都写成了 这样的杂肉的句子 大学语文里面 对于由于的解释 也是廉词和借词不分 由于当它标词类的时候 它把它标为廉词 是廉词 但是当诗意的时候 都解释为借词 because of 是借词 unt to 是借词 due to 是借词 是借词 是以 好 我们再来看 它给出的例句 第一个例句 由于天气不好 我们不能去玩了 这是一个副句 由于在这里是廉词 天气不好 是一个分句 第二 由于生病 张老师今天不能来上课了 这也是个副句 由于也用了廉词 这个生病 前面的族语省掉了 就是由于张老师生病 所以张老师今天不能来上课了 第三个例句 他很怕热 由于这个原因 他总是住在北方 那么这个由于 就是借词 由于什么呢 是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 就是名词性的偏证词主 整个句子 就是一个单句 由于这个原因 是状语 表示原因的一个状语 他总是住在北方 单句 讲了这么多 讲的都是因为和鱿鱼的误用 或者是因为鱿鱼 作为廉词和作为借词的掺杂不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